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溪 有收看我上一期视频的朋友们呢 应该知道 最近我接到了一个调查 日本风俗店的卧底工作 昨天呢 我第一次跟委托人 进行了见面 并且就工作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交谈 在昨天晚上 我已经向这家风俗店 发去了应聘信息 那么在昨天晚上 大概深夜两点钟 我就收到了这一家的回复 他给我的整个感觉 是比较警惕的 他没有告诉我 他家的店铺在哪里 他要了我的电话码 然后让我在约定时间 去约定地点 然后再给他打电话 所以也许是他那个时候 会再告诉我怎么走 我的委托人说 这家店很可能 他只采用日本人 所以我在去到店里面之前 我得尽量不要暴露 我是外国人这样一个信息 因为我说日语 还是会有口音嘛 所以其实打电话这一项 我还是有一点点的担心 但是我就想说 我就随便 嗨嗨嗨这样子的谋混过去 应该就可以了吧 好 那么就祝我今天一切好运吧 好 グッズ 大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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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现在呢是已经来到了和店家约定的车站 距离我们约定的两点钟大概还有15分钟 我不想让对方觉得我来得太早 因为我是跟他说我住在附近的车站 而实际上我花了更久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还有十来分钟 我就好好地来练习一下我的委托人 交代给我的任务和一些信息 有点紧张 对方说我认识 我认识 对方说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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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认识 中学出身的 不认识 现在是在训识中吗 日本人的男人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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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讆识 不讆识 不认识 可能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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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讽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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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讴识 分别 不讆 这些关系 发不讆 今 那么我已经跟K聊完 然后回到家里了 那么K也是按照约定 当场支付了我三万日元 再加上他昨天和今天 还分别支付给我 三千和两千的交通费 那么我总共通过这份工作 就是赚取了三万五千日元 相当于大概两千三百多人民币吧 再来谈一下我对于 这个面试的一个总体的感受吧 首先那个面试的场所 也就是他们的事务所 看上去和一般的日本办公室 没有什么两样 你根本不会把他和这种 风俗行业联想起来 然后给我面试的那个人呢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感觉 在整个面试过程中呢 没有任何让我觉得不舒服 或者为难的地方 除了那个再留卡的部分 不过这个身份确认应该是 面试都必做的一个环节 而且最终其实他没有拿到 我再留卡的复印 那么这就让我放心了 这份卧底调查工作 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 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合不合适 就是日本真的是一个 道义有道的国家 即使是风俗业这种 一般人可能会戴有色眼镜去看的行业 但是你真的深入其中的时候 你会觉得啊 我也是被尊重的 我并不会因为从事了一份 可能和一般人不太一样的工作 我就必须得不受尊重 被歧视 没有 不管是整个公司环境 到工作人员 再到他的整个流程制度 我觉得都是和一般公司 没有什么两样的 我想这也就是日本为什么 踏踏踏踏小小的各种行业 尤其是一些 可能一般人不太能够理解的行业 也能够做的风生水起的原因之一吧 那么正在看视频的大家们 你没有没有做过什么类似的 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兼职工作呢 有的话请记得一定留言告诉我哦 你们的点赞和关注是对于我最大的支持 那么我们就很快再见咯 それでは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我刚刚收到来自店家的邮件回复啦 他说他跟他们的老板进行了商量 最终表示不能录取我 我是第一次怎么高兴的 说不能录取几个字哦 如果他真的要录取我 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